承认同考课题没有进展 加上拉大拨款等各种风波 让希盟在单荣彼艾补选 面临不小的挑战 亲自南下助选的首相 敦马哈迪今天强调 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课题 而政府不可能满足 所有人的要求 他说在考量到国家需求时 有些课题必须搁置在一旁 另外针对当地出现 听有支持穆斯林字眼的传单 敦马赤泽那是肮脏的政治手段 他相信华裔选民不会受骗 丹荣彼艾补选投票日倒数两天 首相敦马哈迪今天一早 和希盟候选人一起 跟华团领袖共进早餐 对于政府在成任同考 以及拉大拨款课题上的表现 引起华裔选民不满 可能会影响希盟选情 敦马强调他是全民首相 必须同时兼顾各族要求 而在专注国家需求时 其他课题必须要摆一边 敦马还开玩笑地说 当所有族群都不满意的时候 对国家才是好事 因为这意味着 政府不是受到单一族群控制 不选期间当地流传 印有希盟候选人 卡米肖像的传单 不过上头却印有 优先投选穆斯林的字眼 难道这是希盟在打的种族牌吗 敦马今天形容 这是对手的肮脏手段 这样的传单显然是要激怒华社 而他相信华裔选民 不会这么愚蠢 多马强调在我国每个族群都为国家努力 任何杯葛某个族群的举动 都是行不同的 NTT7综合不到